大家好,继续回到我们即场交流之一问必答的环节 我身边的嘉宾仍然是郭老师在和我们聊天 郭老师,你好 我们先看看email方面的情况 收到Mark的email 我想问编号1798的大唐新能源 他说前景是怎样,他想买入 现价方面可不可以买入? 招股的时间是2.33元 现在价钱是8.4元 当然,可能最坏的那一刻是已经过了 但似乎来说,市场的看法还是比较保守的 我自己觉得在基本因素不是太明显转好之下 但当然股价已经跌了很多 到现在作一个投机性的小绝吸纳 问题应该不会那么大 从一个技术上来说 从一个小型的箱底开始 就渐渐形成一个上升形态 最低限度现在这一分钟的股价 就去十篇二十篇和五十篇线之上 早日曾经一阵是升得比较急的 在大成交主导之下 曾经抽升到九号半楼上 显示了低位的的确确有一阵买盘出现 况且政策亦是有少少倾向于支持一众环保的发电 相关的业务那方面 投机性买了好吗 暂时的阻力应该都是九号六座的水平 如果突破了 不妨进一步向上望到一元到一元零五千 要说两个三毛三毛超股价 来到现在来说最低的 大概七号六指 其实累积的跌幅已经超过70%了 即使基本因素不是那么好 在现在这个水平 我觉得防守能力都应该是漸漸强的了 细心拼一下没关系的 OK 好 多谢Sign Mike你的email 下一位家庭观众想问郭sir 关于八八三方面 中国海洋社有 现价方面16.1号2跌近2% 他说在油货17元左右就有货 他说都挺高的 另外想问郭sir 他说关于油价方面 其实有什么利好因素会令到它上升 例如战争方面会令到八八三上升 不要看有战争 油价升自己就见价向 当然希望情况不会那么差 的确如果中东局势比较紧张 是会刺激油价上升 从来都是这样 或者八八三是海洋陷探石油和天然气 例如一个海洋的风暴 或者海洋一些事故 也令到开彩石油和天然气 是会受阻 但无论如何 现在这一分钟 在油价九十几一百元的时间 他的股价是十七十八元 现在油价下回85、86、87、88元 他的股价价价价sten下 相对来说是比较强势 我本人看中期的油价也是提升 但现在大概$16、$17、$18 这个区间之内 其实有点整顾等变的格局 当然这是一个高台 我先说明 比较重要的防守性支持 暂时看一条50偏线 其实很尴尬 就是现在这个价钱 不跌穿问题不大 如果跌穿了 可能会进一步下市是$15.7 甚至乎是$15.3都不定 这点要做好心理准备 直到现在 他都只是在高台上整顾等变 初步的阻力暂时是$16.64 技术上来说由于 这一两天有少少下压的形态 所以 看看这条50偏线的防守性 拿货少的 无想说 等等 如果拿货多的话 这条50偏线就考虑自己的持货能耐 这些从来大家都要遵守 OK 多谢Bob你的email 我们听听邮小姐的电话 早晨邮小姐 邮小姐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2282和28号 什么价钱可以买药 和指账位 麻烦 好 问一些豪赌股 先看2282 美股煤中国 暂时来说 是$14.12 跌着是$2 另外是20 新豪国际发展 暂时来说 去到$8.16 正在升价 没有货 其实 早不买 前不买 来到现在 才买 摸着高台来买 当然 暂时的阻力 应该是 $14.6 在阻止水平 因为累积的升幅 由 7月份到现在 已经升了 40% 我只能够说 如果你现在这一分钟 要买的话 初步的阻力是$14.6 过得到 可以再进一步向上望 但是如果纯粹短炒 稍微做一些风险管理 一跌穿$13.7 你就要小心 因为$13.7 是有10天 20天线 50天线 摆在这里 穿了肯定不是那么漂亮 自己小心点 至于 新豪国际 同样 累积的升幅比较多 不过 技术上的表现 好像仍然处于 沉顶的格局 如果说 由7月份的低位 大约5.12 到现在为止 已经升了50% 要买你又不早买 你到现在才追的话 做好少少风险管理 一个不对版 跌穿$7.8 就要止蝕了 早前$7.8 是阻力位 现在技术上已经成为 初步的支持位 跌穿了就不是那么好 小心点 好吗? 邮小姐 谢谢 OK 多谢你的电话 谢谢 好 我们下一位 方小姐 早晨 早晨 方小姐 你好 我想问 两位早晨 你好 我想问 3323 是 1157 现在这个时间买 好不好 先看3323 中建材 暂时来说 去到9.8.3 升近 就是超过2% 另外 1157 中联重货 暂时来说 跌7仙 报9.5 先说 3323 旁大的基建要启动 保障症住房要兴建 私人发展商的房产亦要兴建 水泥的需求很大 7几百元早前来说已经是数度推介了 果然就升到10.07.08 由于升幅已成50% 所以暂时来说是处于一个深厚的调整之中 中期来说 我还是看得比较乐观 但短期来说暂时会在9.4到10元之间是上上落落 如果真的有货在手 低价买当然好 9.4做个止赚 如果你说握得少的话 就持形保态 继续向上望 至于高追了的话 就考虑一下自己持货的能耐 因为股价的上上落落反复 经常会有 但所欠的 就到底自己 握货的心机 握货的能力和能耐到底有多大 中期后市我还是看好的 短期来说 因为升了50% 现在需要稍微消化一下和整固一下 技术上来说可以暂时来说等等 OK好吗 方小姐 我摸过 现在追它的话 现在买它 我刚才说了 你如果现在买它 中期来说没问题 分开两注来买 但纯粹短炒的话 放下指示位置9.4 好吗 OK好 多谢方小姐的电话先 我们听下 一位家庭观众 邝小姐 早晨 早晨 两位你好 我想问242 信德集团 我说没有货 现在哪个价位买入 还看多少 OK好 242 信德集团 今天就创了52周的高位 高位见过就是3.7 暂时都跌 跌就是4 先报3.65 之前都见到 如果有花旗方面 就大力唱好 目标价方面 有3.65 调升到4.75 郭尔 怎样看 什么价买好 刚好今天一支大洋烛 大成交之下 由3.3升到3.65 如果你问我什么价好 我当然希望你能够 3.12的时候 早点买下来 慢慢慢慢报 但来到现在 今天升了那么多 远不远追 你自己抓住意 大行出的报告 我看到4.7 但我自己觉得 将来港澳 应该是港 珠澳大桥 如果未来落实了之后 对信德业务 或多或少都会有影响 不过无论怎样 大行出报告的 如果你相信的话 做好少少风险管理 由于今天升得比较急 所以就算要买 也不要太大手 不理哪一支股票 突然之间一蹦一声 创新高 而升了10%上去 要追下去的话 当然不只是拗住势头上 但同时你也要承担风险 这点你自己要留意 至于什么价 才适合追 来到现在 似乎都没有什么便宜 都没有说对不对价 问题是 自己 愿不愿意承担风险 考虑清楚 康小姐有没有其他东西 还想问 都没有 即使你来说 现在就不要高追 是否这样的意思 我就不会高追 因为 昨天仍然是3.3 前天仍然是3.1 但是 几个月前仍然是2.67 大把机会买 为什么不早买 是要去到 创新高才来 想追 如果这刻追 跌穿三个四人钱 你就要指示 输2毛钱 上不上3.84元 就下回分解 愿意博一博 自己考虑清楚 不过就算想博 也不要太大手 OK 多谢康小姐你的电话 再回答email方面的情况 收到 这位叫Alan的email 想问郭sir 新股1314 催华方面的情况 暂时没有催华的任何股份 但反而对这个行业来说 前景都挺看好的 主要因为他们会主力发展 就是中国方面的业务 加上在内地方面的租金 相对来说 比较便宜 售价 又可以与香港方面相同 问一下 如果价钱回落的话 可不可以在大约2.4这价位买入 首日挂牌最低2.44元 如果去到2.4 2.4 这价格 搏搏搏搏无 humility 翠华也有不少份价 直到现在这一分钟 最近这三个新股上市 都是以翠华最有交代 相对整个大市来说 其实现在还有2个6、2个1 真的不差 我觉得博一博无防 放置昨天一直向上走 其实最高今天见过2个7号3 只不过市真的走得比较差 A股也是 创了这几年的新低 所以翠华股价可能受累 有少少下压 但如果市场的配合 他抽浸2个8、3元 我相信绝对不出奇 首先说 估值是高的 以30多倍的市盈率估值是高的 顺带一提 刚才你提到的 内地的发展租金相对没那么贵 或者可以收回香港的价钱 其实来说前景比较好 但我亦要补充一句 未来的租金其实来说 他要开店铺在一个旺点 租金是不会便宜的 你开在山头野岭 一些便宜租的地方 你没有人帮顺的 所以 一些零售 快餐的 或者是 去到一个 这些 消费 类的股份 其实来说 相关的店铺 一定要开在旺点 租金贵 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重要的盈利额 能不能同步增加 第二 原材料 即是上游的 我不管你猪肉 菜 任何东西 都只会越来越贵 香港这边 其实面对 消费的加价压力 是很大的 但是 暂时来说 有不少的粉丝 所以 趁着势头 去追一阵 问题就不是那么大 不过 股值 一点都不便宜 我再说一次 股值 一点都不便宜 OK 希望可以帮到 这位家庭观众的问题 剩下的时间不多 SIR 都想听听你 说回市况 恒生指数跌近174点 报21,669点 成交方面 197亿 国企指数方面跌近151点 报10,376点 暂时港股方面 怎么分析 是否跟内地一起 都好像在沉低位 首先来说 内地股市 创了2009年8月4日 以来的新低 1970多点 但是来到现在这个位 即使你再走20点 30点 或者40点 我都不会看淡A股 或者我根本就不会做淡 因为只要 领导人一开金口 市便可以一个V形 回转 好了 至于港股 直到现在这分钟 都是高台反复整顾待变的格局 不过美中不足的地方 是由15号的低位 21,098点开步的反弹 由于动力不足 所以去到22,002点 已经止步 未能够进一步向上破 22,150点 是比较可惜 即是今个月暂时来说 都是先高 而后低的形态 以及 在A股持续受压之下 恒指正在回市 10天线的逢守城 看到这条线 如果跌四川10天线 就变成 20天线四川了 变成10天线的支持 都会受考验 不过不跌穿50天线就没问题 从一个技术上来看 市况可能会有少少反复 但我不觉得会有大跌 因为 机构性投资者这阵的增持 是由9月6号19,076 买到22,150点 平均买入价 都要20,613点 换句话来说 跌得太深 基金自己本身 都要账面上有亏事 反复会有大跌 应该没有 谢谢郭sir 暂时来说 不需要太担心 谢谢 我们休息一会 多谢各位家庭观众的 电话支持 和email 记住有问题想问 还可以把握 我们下一节的机会 立即打电话来 我们会解答家庭观众的 电话问题 郭sir也做了新铺 刚刚谈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 谢谢你 我们休息一会 回来继续直播环节 消息